长相思在上线四小时候热度值突破了27000 刷新了腾讯的记录 长相思有杨子 张婉翼 谭剑刺 邓维 王红翼主演 第三方平台显示 自开播起该剧的全网正片播放式战律 临跑网剧数据十分亮眼 一直以来我很少看线下剧 有肖战转的越谷腰也只看了一半 而长相思真正信我的事就是九头腰向柳 打开抖音几乎成了谭剑刺和长相思的专场 最近又看了你好星期六 谭剑刺和A店跳舞真的是迷死人 难怪这么多人会喜欢 好吧 谭剑刺 准备好带着你的向柳一起升咖吧 我一直相信没有无缘无故的火 带大家来细评一下 一个好的剧本 一个好的角色 再加上好的演技 成就好的演员 也是报复的原因 剧中谭剑刺 善内向柳是一个九头蛇妖 她与杨子善内小妖有着不解的情缘 初次登场时 谭剑刺戴着冰蓝色的面具 留着白色长发的样子 真的是直接帅到人心坎上了 谭剑刺脾帅的演技 则有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感觉 她的狠辣 初始女主就打了她四十下 像小妖时露出的长牙 平野兽的直觉在小妖脖子吸血时的霸道 谭剑刺都演绎的微妙微笑 观众评论 绝了 除了谭剑刺 没人能演出向柳的感觉 关键是她的表演并不呆板 恰恰相反 就像动漫中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有一个片段想要在向柳脸上画的鬼脸 向柳发现后勃然大怒 眼睛红了起来 鼻子抽动 但她仍然保持着冷漠的人设 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 观众们纷纷赞叹她在这场戏的出色表现 称赞她的演技细腻而精彩 谭剑刺把向柳拿捏的恰到好处 原住粉说 感谢谭剑刺让我们看到了活的向柳 强悍 霸气 病骄 每一个特点都是古早文男主标配 当向柳质问小柳真正的身份时 听到那句 无力自保 无人相依 无处可去后 从她眼神的变化就知道向柳懂女主 但在看到小柳坚强 孤单的一面时 动容的眼神似乎在说自己也是如此 这种思思入微的表演可不是光靠颜值就能把握的 谭剑刺做得了让人眼前一亮 长相思中的向柳是很多书粉的一难评 因为她对小柳的爱全都没有宣之于口 这种默默的守护 甘心成全最让人感动 向柳对小柳的爱和守护 很多人只看到了向柳叫小柳数十年建树 让她有力自保 不必在危急时刻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想守护的人 救了图山景让小柳有人可依 不必在心单影制与孤寡作伴 给了小柳一份还突兀 天高还阔 让她有处可去 不必再被人追逼 无处安家 向柳对小柳的爱还体现在以下几个细节中 苍玄和向柳以为身份的原因站在队里面 向柳一心想除掉这位西阳王敌长孙 向柳却在关键时刻出面救人 向柳这样的做法无疑惹怒了向柳 她却没有怪罪她 向柳有九条命却只有一颗心 雌雄骨对她而言只有害处 她却心甘情愿将她种入自己的身体中 她爱她 所以她愿意和她性命相连 也愿意分担她的痛 这一刻向柳交付了自己的真心 却没有奢求回报 她玩笑似的提出了一个愿望 只是不想小妖 觉得亏欠她 因为她的爱过于隐忍 她才会用这种方式小心的接近她 向柳爱攒了小妖 九条命一颗心都给了她不说 就连战死杀场前都替小妖安排好了一切 总之 网友们纷纷称赞谭建茨的演技 认为她把向柳这个角色演绎得很生动 既有冷酷的一面 也有可爱的一面 再加上谭建茨对于这个角色的深刻理解 更加舍得向柳这个人物十分的饱满 她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向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随后评价说 向柳是用最冷酷的方式给了小妖最温暖的爱 这句话也正是原著粉看小说时内心所感 不得不说谭建茨对这个人物理解得非常深刻 要知道书中的向柳 她是海底妖王神农义军将军 同时也是浪荡公子防风辈 她身上背负着太多的东西 初次和小妖相遇 她就已然明白小妖女子的身份 但她却没有戳破她 反而一次次放纵小妖走进她的世界 因为向柳是在太孤独了 对于小妖给予她的陪伴 向柳也以生命护小妖周全 但这份爱却至死无法说出口 正是谭建茨对角色用情至深 才会和读者有了共鸣 随着谭建茨的爆火 网友们纷纷开始对谭建茨的过去进行考古 用网友甚至调侃谭建茨打的是暑假功 随着考古的深入 网友逐渐意识到 谭建茨的走红并不是什么一夜成鸣的幸运故事 似那些不曾被看见的角落里 有着她十余年的努力和坚持 谭建茨中国初代男团Mike成员 唱跳剧家 非科班出身的她 在演员这条道路上 总算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沈毅 司马昭 曹丕 谭建茨演绎过的大多数被记住的角色 几乎都是美强惨星 这次长乡寺里的九名向柳 白发和水晶面具造型 令人惊艳不已 又是一次一难评 谭建茨也承认 自己确实对这类角色 关注度更高 认为人物会更丰满一些 她很少接同类型的剧本 在谭建茨看来 想要共情角色 首先你要理解角色 沉浸时入戏 真正走进角色的内心世界 去读懂她 对于此次长相思的向柳 她说 我不想去演一个一位冷的人 我理解的向柳 是冰冷的外表下 其实内心极其炙热 她就像一个独行的杀手 知道自己的命运 将走向何处 所以把爱意 全部藏在心里 她默默守护 做的每一件事 都没有让心爱的人知道 对于向柳的很多打戏 谭建茨做了很多功课 是和吴志老师 一起去设计的 前期向柳的打 更飘逸 更优雅 更唯美一些 到了后 妻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谭建茨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说 每一个演员都有自身的特点 我觉得没必要 非得把自己打碎了 去迎合所谓的题材 我觉得 我会有自己的方式的塑造 2007年 她被张一白选中 演了电影《密案》 正式接触演戏 之后数年 谭建茨的工作重心 并非在表演领域 她只以唱跳歌手的身份 活跃在舞台上 在戏曲综艺 《谷色天香》里 她身穿旗袍 脚踩高跟 在各种综艺中 她既能涮出新高度 又能放下身段 反串跳女团舞 既能大秀厨艺 还能当主播 直至2015年 她再尝试转型 再度回到演员领域 2016年 谭建茨在大军师 司马一制 军师联盟中 饰演司马昭 再次找回了演戏的信心 2018年 谭建茨参加 《我就是演员》 凭借初次的演技 获得业内广泛关注 2022年 《烈罪图鉴》 成为爆款剧 谭建茨收获观众的高赞 不知不觉中 做演员的谭建茨 时间早已尝过 做歌手的谭建茨 为了角色的精准呈现 谭建茨都会提前准备 和学习很多功课 比如绘画 比如厨艺 她认为演员 这个职业的门槛很高 她时刻保持 对演戏的新鲜感和热情 未来也想多些尝试和挑战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她说 我还是希望 自己能成为一个 有口碑的演员 红不红的 我都没有想 我就是想让自己 能够对得起这个职业 一个演员 能够一辈子只负责演戏 只负责角色 那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我希望自己 能够拍更多有意义的作品 能够留在观众心中的 也能够留在自己心中的 她身上似乎有一种破碎感 更有一种野心 不管做什么 她都希望自己能做到优秀 做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不断超越自我 她说 观众的审美都在不断提升 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原地 更应该加快步伐 用更高的演艺标准 来要求自己 生活里的谭剑刺 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大男孩 擅长羽毛球 乒乓球 滑雪 冲浪 她平常会待在家里看电影 喜欢刷刷短视频 看那些小动物 会觉得特别治愈 她时而内敛 时而外放 时而安静 时而闹腾 她身上气质越方温和 与成熟 却不发少年感 大家喜欢谭剑刺吗